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集的主题是 好坏两巫王 达教人未配合禁教上集 课程讲义,也就是制度手册 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要讨论的过程是 达教人在开教人开教后 在一线进行了达教 之后在对手二线插教后 又回到了开教人要如何处理 大概列举了几种可能的状况 首先是对手插教之后 达教人在一线做负姓赌贝 或者是正常的达教一门花色 又或者对手并未进行插教 达教人正常的一线达教后 敌方串教了二线的一门花色 这边只是表达的高花章数不同而已 其实后续的概念都是十分类似的 那这里的话由于对手插教了二线 才会出现好坏两无王的情况 因此我们会集中讨论这类型的教派过程 首先第一个要讨论的是 对手最后插教的花色在两红星以下 此时由于开教人有支持性赌贝的关系 我们要讨论这个过程 在达教人达教的一门四张花色 在我的制度当中包含方块 都适用支持性赌贝的约定 表示正好持有三张支持达教人的达教花色 那在这里的话我以这个过程为例 达教人表达出四张黑桃 且开教人表达正好三张黑桃的支持 后续达教人要如何处理呢 首先达教人所有不到要请的牌 都可以叫回两高花 因为这里是明确的有四三的高花配合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其他的教品 更有建设性 表达邀请以上的牌 再来就是要区分邀请 以及破教程局的牌力 达教人持有邀请力量的话 通常红星有党都可以叫两无王来表示 这里的话是表达邀请的四张 至于三高花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这里理论上 达教人只会有四张的黑桃 如果持有五张以上的黑桃的话 则会直接打教一黑桃 当然在我的进阶制度约定当中 这里的赌贝代表的是四张以上的黑桃 因此这里的三高花就有意义 来表达五张的邀请 再来三线上再去家教同伴的开教花色 这里是家教三方块 就是表达自然支持的邀请 那同伴当然可以派师这个三高花的打教 新花的话原则上是约定破教成局 当然大家也可以约定这里的三梅花之类的教品 可能只有代表邀请力量 这边的话必须要按同伴商量清楚 在制度上的话两种设计都有道理 大家可以选择一种比较适合的约定 最后破教成局的话 依然是保留了四教迪花 以及教三无王两种情况 如果持有邀请力量 但是在迪花上没有挡张的话 就会比较尴尬一点 此时可以选择保守的 教出不大邀请的力量 或者是直接破到城局 询问迪花的党章 都是可能的选项 接着特别讨论的是 在对手插教了两黑桃之后的处理 对手插教两黑桃后 这里的赌贝并非支持性赌贝 比较倾向于破伴赌贝 或是强军牌出来叫牌 此时达教人同样可以使用 好坏两无王来区分力量 叫两无王为不到邀请的力量 去回答同伴的破伴赌贝 而职业教三线的花色 则代表是持有邀请力量 同样是回答破伴赌贝 在开教人持有高线力量的时候 可以考虑叫成一局 而这里如果去试教迪花 或者是叫三无王的话 都代表持有破教存局力量 询问迪花的党章 或是在敌方花色上有党章 这里的话强度是可以调整的 这边好坏两无王只是一个概念 或许同伴的破伴赌贝 比较轻或比较重的话 这边也可以去相对应的调整 好坏两无王的强度 这边只是我提供一个 基本的概念约定 大家可以再和同伴做进一步的讨论 接着是开教人在二线上 支持达教高花的状况 这个状况下一定有四张支持 因为我们有支持性赌贝 来表达三张的支持 后续的话 由于这已经是达成了 一高花两高花的高花加教后续 那我们整本制度的高花加教后续 都是打三短四长问短的系统 这边就不再多赘述 接着要讨论的是 开教人在三线上的禁教 开教人如果不配合达教的花色的话 可以使用坏两无王在三线上进行禁教 这里叫两无王表示不到邀请力量的牌 想要禁教一门花色 此时的话达教人有两种选择 可以选择傀儡三莓花 通常是表示对梅花的兴趣是高于同伴开教的花色 或者是直接叫回同伴开教的花色 因为开教人可能是持有五五的牌星想要禁教 或者是持有六张的开教花色 这边的话如果在短梅花的情况下 接受傀儡三莓花 有可能会被同伴派死掉 再来的话开教人可能持有一首高花的禁教牌 比如说这里的话如果是被黑桃阻塞可以使用两无王傀儡之后去禁教三红星 表达是持有红星的禁教牌 而如果持有红星邀请牌 则直接在北加这个位置叫三红星就可以了 男嘉可以判断是否受邀 那这里的话第一种情况下 由于可以在两线叫两黑桃表达不到邀请力量 这里就会有三种力量 包含叫两黑桃的不到邀请牌 以及经过两无王之后叫三黑桃的邀请力量 第三种是直接跳叫三黑桃表达破叫成局的力量 这很像我们之前讨论二线禁教时的约定 当然这里的话也可以和同伴讨论要不要约定这么复杂 或是再做其他的调整 而如果达教人不接受傀儡的话 直接越过了开教的花色 比如说再叫自己的三线高花 或者是去试叫敌方花色或叫三无王的话 那就是破叫成局啰 那这里的话由于达教人已经无法区分 开教人是否受邀 有可能仅持有邀请力量 就去直接叫成破叫成局 因为达教人只能区分为两个范围 就是接受傀儡以及不接受傀儡破叫成局两个范围 另一种约定的话 可以约定开教人如果持有不受邀的牌 一律先派思不加入进教 由达教人去做平衡 这是另一种可能的约定 那这样的话达教人就会比较好区分 是否需要叫成一局 当然缺点是开教人有些比较牌型的牌 就没办法出来进教了 根据好坏两无王的原则 如果开教人经过了两无王傀儡三枚花之后 再去叫花色表达不到邀请力量 那这里开教人直接在三线上叫出一门花色 自然就表达了邀请力量的自然叫 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在同伴使用复姓赌背后 三线上直接叫出三红星 表达红星的邀请 如果是打自然之的约定 没有好坏两无王的话 这里的三红星就只能是进教 而持有邀请牌的话 就必须要选择少叫只叫三红星 或者是多叫直接叫成四红星 而如果使用好坏两无王的约定 则可以区分为三阶力量 经过两无王后的三红星 直接叫三红星 以及跳叫四红星 或者是更强的四叫三黑桃等范围 那就就是好坏两无王的好处 其他的教牌是类似的功能 这里的三方块是带有邀请的意思 如果是进教牌的话 只要使用两无王之后 傀儡回到三方块 就可以表达想要进教方块的牌型 最后是开教人 如果持有最强的破教程区力量的处理 通常持有破教程区力量 我们通常只有两种设计 一种是去试叫迪花 可能是询问党章 或是持有一手强牌 后续可以再支持同伴的黑桃 来表达持有黑桃支持的 有满贯兴趣的牌 那另外的话就是直接叫三无王 表达迪花有党 想要打一局 当然这里的话有一个特殊情况 是在两线有两线高花 通常是两黑桃可以叫的时候 此时如果直接跳叫三线的三黑桃 则表达破教程区的意思 因为这里可以透过两无王之后 再叫三黑桃来表达邀请力量 这边的话就要和同伴约定清楚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们将继续讨论达教人未配合的禁教后续 将探讨达教人在二线上达教一门花色后的处理 我们可以来看看和一线达教有何不同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